Hello 大家好 我是啤啤 今天我们讲的话题就是 我想很多人心里也曾经有过这个疑问 就是究竟我们是不是越努力越努力 就可以赚到越多的钱呢 我们在现实社会细心一看 其实你会发现未必的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在社会上赚得最多钱的人 他们的工时也未必是最长 相反一些工时很长的人 反而他们可能都是社会的低下层 由此可见是不是越努力 就可以创造到越多的财富 这个说法是避受质疑的 你可能会问 喂 啤啤 如果我想赚最多的钱 那我究竟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你有这个问题在你的脑海里 今天这集就很适合你听 就是因为你首先要了解财富的本质是什么 财富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当你了解了这条产生财富的公式之后 你就会知道你要朝着哪一个方向 去着手去产生最多的财富给你自己的了 事不及时我们马上开始吧 刚刚提到 虽然越努力 未必会赚到最多的财富 但是始终财富 都要靠你有些劳动才可以产生财富 我举个例子 就是譬如 你耕田的 你每一天耕8个小时 你一年就可以种到200斤的大米 这200斤大米 你可以卖出去 你可以换做其他东西 这200斤大米 正正就是你透过 劳动力 就是耕田 得回来的财富 在这个情况下 劳动就是等于财富 对不对 那好吧 如果你说 喂 宝宝 不行 200斤大米不够 我要300斤大米 我要多些的大米 多些的财富 那你就由一天做8个小时 变做一天做12个小时 那你一年就可以有300斤的大米 就是多劳多得的意思 在这个情况 在这个情况下 又是了 你的劳动力就等于你的财富 那去到这里了 那我又想挑战一下你的想法 那如果我跟你说 你现在买了一部自动播种机 自动喷洒农药机 自动收割机 买了这三部机 这三部机可以大大地提高你的生产力 令到你现在每一天 只需要工作两个小时 你每一年就可以产出500斤的大米 那很棒 就是我每一天做少一点的时间 但是我的年收入是多过之前 那很棒 这个就是机器带来的威力 那在这个角度 你的劳动是少了 但是你的财富是多了的 因为现在那条公式 就再加了一件事 就是你的财富等于劳动 成义生产率 那如果大家是听YouTube的话 你可以看看荧光幕的屏幕 有条公式的 那如果你听Podcast的话 都无所谓 你可以留心点听我说的 就是简单点说 之前就是财富等于劳动 但是现在就是财富等于劳动 成义生产率 就是机器的帮助 那就是多了一个变数 就是说你的财富的多少 就不完全等于你的劳动 那这个听得明白 就是有了一个科技 有了一些机器 有一些AI 去帮我们 那我们投入少一点的时间 但是呢 我们的产出 可能更加高 那产出更加高 财富就自然更加高 是不是去到这里就完呢 当然不是啦 再给你一个变数 冲击一下大家的思维 就是 假设你种的这个米 你不是在中国 你不是一个亚洲的地区 如果你种的这个米 是在美国呢 那你觉得你的产品 在中国 和在美国 它的价值 有没有不同呢 因为 就是中国一定是多些人吃米的 吃饭的 那你美国 就少些人吃饭 那这个呢 都会影响到 你的财富有多少 虽然都是同样 是500斤大米 但是他买的价钱的多少呢 都会影响到 你的财富的嘛 那所以啦 这条财富的公式呢 就再加到一个变数了 就是财富 等于 劳动力 成以生产率 成以效用 就是说 一个人 有多少个财富呢 就是 基于三个变数的 那这三样东西 成出来呢 基本上就是 财富的本质啦 那有了这条公式之后呢 是不是就这样结束呢 当然不是啦 那我们之后呢 就当然要优化啦 是不是 就是譬如 如果你不想去工作 那么多的 那你劳动的那个数目 就低了啦 那只要你找到 一个方法就是 可以提高你的生产率 又或者是提高 你那个产品的 市场价值的话呢 那其实可能你的财富 都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呢 是一条数学的 问题而已嘛 是不是 你降低了一个数 那你是不是提高 这条页里面的 另外两个变数 那个数目 那你就可以成出来 那也是可以 有一样的财富的嘛 是不是 那如果你是 聪明的话呢 我相信你已经 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 你的劳动力呢 其实是 有个司令的 有cap 就是你不可能 一天做二十四个宗宜的嘛 你会死的嘛 是不是 而如果你现在赚钱的方式 是主要用你的劳动 去赚钱的话呢 那这个呢 就非常非常有限制了 因为这个呢 正正就是用你的时间 和用你的体力 去换取一些 一次性的回报 例如是 好像大家 正在返回的 现在这份全职员那样 那你今天有上班 那就有粮出了 是不是 但是呢 如果你有一天 有些事 touch wood 是不能上班的话呢 那你就没有粮出了 所以呢 劳动力呢 就算你健不健康也好 是一定会有个cap 有个顶位的 是不是 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嘛 所以 那是为何我一路 鼓励大家 去做自媒体创业 就是这样的 Warn Buffett 也说过 如果你还没找到一个方法 是令到你可以 睡觉的时候 都赚钱的一样东西呢 其实你就注定要工作一辈子 所以为什么呢 我常常跟大家说 就是不要太依靠你上班 全职员的单一收入来源 尤其是如果你这份全职员 是依靠你的时间 你的劳动 去赚取一些一次性的工资 尝试下用你空余的时间 去发展一个真真正正 属于你自己的一个事业 你不需要去投入太多 不需要说 退了份正职啊 全心全愈去投入副业 不用这样的 说明是枯业 就是在你正职以外的一个 side business 是属于你自己 100%属于你自己的一个个人品牌 而这个个人品牌呢 长远的目标呢 就是希望为你自己呢 打造一个多重的收入来源 你在IG啊 YouTube啊 Podcast 创业也好 怎样都好 尝试 去找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 side business 去发展 如果大家有兴趣 以Podcast 的形式创业的话 在一个不需要露面的情况下 都可以将你的兴趣 发展成一门生意 打造一个多重的收入来源 如果大家有兴趣做自媒体的话 可以在这条片的discussion下面 里面有条连续 我现在课程在做半价优惠 早了优惠 过了这个限时优惠之后 我就会收回正价 所以如果有兴趣创业的朋友 可以按这条连续进去 看看里面的课程有什么内容 适不适合你 好 讲回这里 刚刚提到除了劳动之外 我们当然 你知道你的劳动有cap位 你就要找一个方法 是不需要单单去靠你的劳动 而去赚钱的一个方法 所以就有了科技的出现 科技的出现 令到我们投入更少 但是我们的产出 一样可以这么多 去保持着我们的财富有一定的保证 所以如果你在一个国家的层面来看 譬如像中国 又或者是印度的这些国家 他们的优势就是劳动力够高 但是譬如像美国那样 他们的科技就令到他们的生产力成人一筹 正正是因为他们有这个知识 所以就可以创造出更大的财富 所以为什么呢 我常常都叫人看多些书 当看多些书 学多些东西 装备自己之后 当你的思维不同了的时候 即是说 你的生产力也会提高 你就会开始 不是一味靠死力 即是开始会去想一个方法 怎样可以在我劳动少点的情况下 但是我就用我的方法去提高生产力 从而去保持到一个人的财富 因为大家都要承认一点 就是每个人都会老的 每个人都会累的 都会病的 Tachwood 你没可能是去到四五十岁的时候 都好像你二三十岁的时候 那个事业的冲锋期一样 是做这么长时间的 而这件事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件事 所以当我们在二三十岁的时候 就要开始去美与筹谋 想想日后 怎样可以劳动少点 但是财富更加多了 刚刚说到 自媒体创业就是其中一样 而我接着来说的东西 就更加认证了 为什么我很鼓励大家去创业 就是赚到的财富 不一定是去到你手上的 那怎样分配呢 背后的底层的逻辑又是怎样呢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继续听下去了 关于财富分配的这个问题 那我就举一个例子 大家更加贴身少少去明白的 就是譬如 你回office的 我当你有七位同事 我当是小公司 七位同事 去帮这间公司工作的 公司每个月赚到钱 这个钱就是 那条公司上面的财富 对不对 问题来了 当这间公司赚到这个钱 譬如是七十元才算 因为我刚刚说这间公司 工作的有七个人 那公司赚到七十元 你觉得这七十元 是不是会平均分配呢 那你想想 你现在公司的情况 你已经知道是不可能 平均分配的 对不对 譬如你公司的清洁姐姐 她拿的人工 是不可能 是跟做帐户 做IT 又或者做利益 那些同事 那么多 对不对 就是 这里 no offense 即业无分贵战 但是呢 这个是一个现实 那这里的问题 出在哪呢 就是 究竟 你在这间公司里面 你有的知识 你有的资源 那个稀缺性 是有多高呢 就是譬如说 你认识的东西是 其他人没有人认识的 那你的价格力 你的意价能力 那就高点了 是不是 那这个很容易明白 所以啦 我当一开始 可能是真的平均分配的 每个人都是十元 那才算啦 但是啦 有一些同事 他觉得他自己的知识 是稀缺点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讲假老 他就说 我不要拿十元 我要拿呢 十五元 那 那这个饼就只有这么多 当其中一个人 分得大份点的时候 那另外那些人 那是不是分少了 是不是 所以啦 另外那些人 当然不肯定啦 是吧 你的同事说 要分大块 那我就要分小块 有什么可能啊 那你们呢 就开始想计划 就说 喂 那我们就 炒掉了 就是他要大份点 就不要用他了 看看市场里面 有没有其他人 可以取代到 他的职位了 所以啦 你们就开始在外面 请人啦 就找个人 看看可不可以 愿意去收十元的 那就可以取代到 这个 狮子开大口的同事啦 是吧 但是呢 你发现呢 你出十元 没有人做哦 甚至是呢 你出到十五元 即是呢 你那位 狮子开大口的同事 出的价 那个市场 都没有其他人肯做哦 那你就会发现呢 喂 原来 因为他批评的价 即是十五元 已经是好似都可以便宜了 都是市价 甚至是在市场里面 没有其他人肯做哦 而没有了这个同事的帮手呢 你们是赚不到那七十元的哦 即是你是连一元都没有的哦 最后 那所以啦 你们呢 就迫于无奈 就接受这一位呢 狮子开大口的同事 这个十五元的批评啦 接着你们呢 每个人呢 就迫于无奈 要分小一点啦 大家看到吗 这个 就是呢 我们叫 market price啦 当你有的资源 越稀缺 你懂的东西越多 你懂些人不懂的东西的时候呢 你就有bargaining power 去拿得 给别人高的人工啦 究竟你在这间公司里面 你有没有 懂的一些东西 是别人不懂的呢 公司可不可以 很快地 随随便便 在market上请个人呢 就已经可以取代到你呢 如果可以的话 你千万不要想 就跟公司bargain 说要高点薪金啦 又或者 就更加不要扮大牌 以为没了你不行啦 相反啦 我们focus的 就是要好好地 提升自己的能力 提升自己的稀缺性 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 稀缺的资源啦 等公司呢 没了你之后呢 都很难在市场上 找回同一样的人去做这件事啦 而这个稀缺性呢 正正就是 断定了我们 拿到财富之后呢 究竟会怎样 分配给不同的人 所秉承的一个 很重要的准则啦 就是稀缺性 所以啦 大家尽快投资自己的脑袋呀 有时间的 看堆书啦 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呢 可以考虑加入啤啤的早餐会啦 会员每个月会多8集的节目的 内容会涉及他 国人成长 理财 创业 帮助大家达致一个 财富之后 时间之后的成功人生的 有兴趣可以在我频道的 Homepage那里 看看加入的方法啦 我是啤啤 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